玉佩老师我们赶快来分析 什么样姓名笔画的人 不怕命运来磨 不先穷终会有富有的时候 是 这个叫做先苦后干 我们要看的是人格跟总格 所以大家把人格总格的笔画 拿出来 那小悠人格是24话 总格是32话 那这一位是人格是20话 总格是24话 逸文 对 逸文 你的名字跟你的人好大 谢谢老师 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组合 不怕命运来磨会先穷后富的 是因为他毅力坚强 他是一个不放弃的人 那什么样笔画的人 会有这种特质呢 人格总格如果出现了 11 15 21 23 31跟38的人 好 人格总格有这些笔画的人 他们很有毅力 很能够坚持自己的想法 他其实他那种坚持 有的时候会莫名其妙 反正他就是一个 不轻易会认输的人 那他为了要捍卫自己的理想 他碰到事情 他绝对是坚持到底的 那别人越是不看好的事情 他越是要突破别人的那种看法 他觉得我的命是要由我自己来决定 而不是别人口中来帮我算命的 所以他这个笔画其实是很刻苦耐劳的 他们有一个特质就是 明知山有虎我就一定偏向虎山形 可是他这种像虎山形 他不是盲目的 他其实是有他自己的一个人生的规划 有他自己的一条路 就算他走得遍体鳞伤 到最后他一定能走出自己的秘密来 所以这个就叫做 倒吃甘蔗先苦后甘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组合 会先穷后富的是因为 他的态度很乐观 而且是属于那种傻人有傻福的 拼一个有吗 人个总个出现了16 24有 35 37 47跟52的人 两位都有 其实这些笔画的人 他们再怎么苦 其实他有他一个乐观的态度 在那个地方 对 那就算是他遇到了一些状况 他也会用一种很阳光的态度 就算给自己催眠好了 他也要让自己活起来 真的 我就是不想把痛苦带给别人 然后就是把这些痛苦吞在肚子里 结果痛苦就不见了 就会有好事出现了 所以他们很多事情 都是抱着一个我去尝试的心态 他不怕挫折 但是他比较怕我错失了机会 对 机会与错失 因为机会不等人的 错失也就没有了 所以就算他在这一场战役当中 他没有得到成果 可是他也得到了宝贵的经验 其实有时候经验要考自己去揣摩 别人的经验 那毕竟是别人的经验 还有因为他们在个性上面 比较不拘小节 那他的态度就是传到桥头自然指 对 反正我傻傻的去做 我就会有一些傻傻的成果 那这些成果眼前也许看起来不好 但是他相信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那这个痕迹就是未来他支付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所以如果有对到的观众朋友 不要因为你现在的有一些贫 或是有一些挫折而气馁了 其实好戏是在后头的 给大家做参考